成功的秘诀 在永不改变既定的目的 我们国家大多数男性无论老上 对于球赛都非常的感兴趣 这也是我们国人在茶余饭后的一个休闲话题 当然 一部分人只是看个热闹 有些人却痴迷于观看球赛 所以我们国家的男性同胞当中 有一部分可以说是资深球迷了 在比赛队员中都有喜欢的人物 对 我们国家甚至是 全国比较有名的球技队员 都非常的了解 资深球迷们或许知道 球赛的中超时代是2004年的时候开始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 山东鲁能泰山球队主教练邀请到的人 是塞尔维亚的图巴科维奇 图巴科维奇这个人身上有着许多怪异的地方 尤其是对于球类联赛 但这个人终归来说 作为教练的话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想让图巴科维奇作为主教练 这次终于邀请到了图巴科维奇 邀请方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也是非常开心 当图巴科维奇将要做鲁能泰山的球队主教练的这个消息 传出来以后 许多人都想采访一下图巴科维奇 为了能采访图巴科维奇 记者可以说是煞费心机了 首先 记者联系了一个相关人员 与相关人员一起探讨了对图巴科维奇 将来我们中国执教的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以及对图巴科维奇的了解和看法 经过这位相关人员的说法 托巴科维奇作为教练的话 非常成功 也非常敬业 做教练时 曾经把球队看得非常重要 球队里面无论大事小事 都会亲自了解 作为教练 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影响着球队里面的球员们 所以图巴科维奇所带的球队一直以来都所向披靡 而且图巴科维奇为人比较耿直 有一说一 不会像某类人一样弯弯绕绕 当然 这样直率的性格 比较容易遭到一些人的嫉恨 不过图巴科维奇 作为教练所带出来的成绩 足以证明一切 不过 这位记者最终还是通过这位相关人员 打通了图巴科维奇的电话 所以这次采访是在电话里面进行的 采访的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精彩 在最后的时候 图巴科维奇曾经问到记者用中国话 怎么来说自己所带球队的名字 为了能让图巴科维奇记忆深刻 记者就把山东鲁能泰山这六个字拆开 做了详细的解释 当图巴科维奇了解到泰山属于我国名山 也是五月之一的老大哥 当即就说道如果图巴科维奇能够爬上泰山 那么今后所面对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 随后图巴科维奇又说道 即使想要爬上泰山比较统容容易 但是如果想要得到人心组缩主 却非常困难 图斯专采把科维奇作为球队主教练 这么多年 深刻地知道 人心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高高地捧起 也可以瞬间将人打入地狱 所以图巴科维奇要征服的不仅是泰山 更是山东人心 听到这样的话 记者瞬间赶到 图巴科维奇是一位非常有野心的人 其实资深球迷或许知道图巴科维奇 此人在塞尔维亚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人物 他当时在作为球队球员的时候 并没有非常出彩 但是在图巴科维奇作为球队教练 甚至球队主教练的时候 却大放光彩 可以说是塞尔维亚 甚至多个国家中比较优秀的球队主教练 当然 在塞尔维亚当地 如果图巴科维奇称第二 几乎没有人敢称第一了 其实在球迷们心中 图巴科维奇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球队主教练 图巴科维奇所带领的球队 曾经获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 当然 图巴科维奇个人也获得过多项荣誉 在欧洲甚至被称为欧洲最伟大的教练之一 在球队的中超时代 鲁能选择图巴科维奇作为球队的主教练 那么鲁能的最终目标就想要一举得关 所以在中超时代以后 鲁能基本上一直在招揽优秀的人才 让自己的球队可以得到大批量的优异人才 对于图巴科维奇更是满怀期许 希望可以一举带领自己的球队获得冠军 在图巴科维奇刚开始作为球队主教练的时候 第一场比赛其实输掉了 虽然输掉了 但是 球员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却让广大球迷们惊叹 当时作为主教练的图巴科维奇 也受到了球迷们的认可和关注 在当时鲁能泰山球队在此次比赛中 虽然没有获得冠军 但也让球迷们大呼过瘾 当然 在之后的比赛中 鲁能团队获得了联赛的冠军 虽然比赛并没有让人感觉十分出彩 但还是稳稳地走向了冠军的位置 这证明图巴科维奇代理能力是名不虚传的 图巴科维奇跟中国还是有着不小的渊源 因为图巴科维奇的女儿在上大学的时候 对中国非常感兴趣 所以在图书馆经常翻阅一些跟中国有关的书 当图巴科维奇选择到中国做中国球队的主教练之后 女儿非常期待 甚至想跟随图巴科维奇一起前往中国 图巴科维奇当时选择山东鲁能团队 可能也就是因为中国人比较执着 而且鲁能团队当时曾经多次邀请过图巴科维奇 对于图巴科维奇非常的幸运 当然这一点也体现在之后的合作中 图巴科维奇曾经在采访中表示 山东鲁能团队给予自己非常多的信任 以及非常诚挚地邀请自己前往中国做主教练 当时在塞尔维亚 国内做球队主教练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 图巴科维奇希望可以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 而且经过图巴科维奇对于山东球队的了解 认为该团队是让人轻松快乐的 当然在执教期间也乐于为球队培养一些优秀的队员 壮大球队的阵容 当然现在图巴科维奇早就已经离开了山东鲁能团队 在离开山东鲁能团队之后 图巴科维奇在战绩方面并没有更进一步 也许这位老将已经激流勇退了 不过从当时的采访我们可以看出 图巴科维奇当时已经起了安逸之心 不论如何 还是希望图巴科维奇的晚年可以顺心顺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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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